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戰界 澤諾尼亞 這個遊戲的畫風非常漂亮 這個不管是動畫或是他的各種畫面 旭哥都覺得非常讚 那開局要下載蠻大的檔案 你看他的動畫他做的這樣非常精緻 有沒有這個歐派然後還會晃來晃去啦 讚 那旭哥今天來分享這個官方認證T0最強 最神的職業因為這邊已經大家測試蠻久的 那些職業特別好用啊所以就率先推薦給大家 那每個職業還是大家用的順手最重要 有時候大家用的很爽然後很強勢的職業你用的不見得順手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然後打造自己喜歡的角色 最主要是他模組蠻讚的你看這個模組 這個歐派 好最強的禮包馬 瑞強的隱藏版的兌換券 最強的各種福利 還有最神的攻略職業都在這集分享給大家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來分享戰界澤諾尼亞的隱藏版的各種禮包福利啊 各種隱藏版的序號的福利什麼的 事前預約福利大家可以在官方LB看到這個事前預約的活動 那這邊就有很多他們額外的隱藏版的福利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是有送很多東西啊什麼道具啊精髓啊 這個是一些隱藏版的福利然後還有這個 像是體驗嘛這個有什麼額外的兌換券 可以拿到兌換券 星巴克兌換券直接拿實體的 那還有這個加碼獎勵 那這個帳號都可以領取一次發放時間力有這個強化卷軸 然後特別加碼的一些隱藏版的活動啊福利啊序號啊 什麼獎勵碼那些的這邊還有這個兌換券啊什麼 這邊都有啊這邊有拿到兌換券 星巴克啊直接給實體的 原本是換虛寶現在直接給你換那個新的那這邊還有什麼什麼30萬毫里 這邊蠻多東西的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送蠻多福利的 那旭哥來分享戰戒 澤羅尼亞 哇有點難念澤羅尼亞 這個是 很像一個餐廳的名字 最強的職業的這個推薦啊 那首先法杖的一定是必推的 他是很強力的輸出那就是寫比較少一點這樣 那輸出能力很強啊 尤其是有AOE啊所以假如要選輸出型的角色的話呢必推啊而且這個 這個歐派好香啊 虛哥覺得這個遊戲的模組真的做得不錯 看了一下他的這個整體的模組啊動畫什麼 那這個奶真的讚 喔唷 這個不錯 沒有特別講 那他有一些實戰的影片可以看得到 騎士團的第一選擇有強大的魔力然後最強大的輸出 法杖 還有什麼天使衣物隊啊 在戰鬥中的騎士團成員 生存能力大幅 這個上升 最重要的裝備法杖 蠻重要的一個職業了 那這邊都會給一些就是 可以 先看到他的一些展示影片這樣 好那接下來呢也是一個必推的職業這個是近戰職業通常很少推薦 敵戰敵戰啊旭哥玩這種MORPG 但這個還蠻推的就是巨劍啊 在戰界澤洛尼亞呢他裡面的巨劍算是蠻強的 而且他有一些暈眩的技能啊所以很實用 很帥氣又很強力的一個 近戰職業 一般旭哥通常都是推薦遠程的像剛剛有推薦法式那但是這個帶 PVP啊或是PV都是很強力 巨劍啊 所以旭哥蠻推的 開局呢選近戰的話巨劍 法式的巨劍而且他的輸出能力也是很強力的 這蠻意外的就是大家有實測啦 實測發現這個巨劍的戰力非常強 那這邊有一些巨劍的一些影片啊什麼的 影片然後一些實戰介紹 強大力量啊然後可以秋風掃落葉狂風掃落葉 可以讓這個強大力量 發揮的淋漓盡致啊這邊 那有一些可以直接看他影片的實戰 那目前呢測試起來這個職業非常好用 以大家目前測試的心得 劇劍是必推的好分享給大家這個 必推的最強職業好那下一個職業呢是這個 弓啊弓一樣是必推的遠距離輸出 那旭哥都會先講比較想要推的這個很好用的職業 這個弓箭手哇 而且拿也蠻香的 一樣是遠程輸出然後可以靠風針 只是說就是他的輸出沒有像巨劍那麼猛 但他可以靠著風針一些技巧 操控來這個玩 不管是PVP啊PVE都還不錯 又是遠程然後練功也快這樣 非常好用的職業 弓箭手 弓箭手一向都是蠻好用的啦 這邊他有特別學以這個戰術戰略啊 然後會在魔力這個注入箭矢 有強大的破壞力然後可以增強 有這個速度啊然後各方面戰鬥力都不錯 遠距離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職業 那你必須要就是在操控啊然後就是控制距離啊風針啊 那練功打過也是非常好用 所以必推前面就有推 那這個是也是必推的職業 剛剛有講過法師啊然後巨劍 那這個弓箭手 也是必推的 在這個戰界澤諾尼亞也 這是目前實測起來非常好用的職業 這幾個都很讚這樣 好那接下來就是寶珠這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職業這樣 他的職業玩法應該比較特殊跟以前碰過不一樣他有點像是 類似法師的玩法 有魔力啊然後有這個冰火 冰啊然後還有這個火 冰霜或是這個火焰 然後消滅這個所有的生命 但是寶珠他也是一個很耗魔力的這個玩法 所以這個玩法有一點點像法師啊 那這個職業呢就是 大家實測起來好像沒有前幾個那麼好用 所以旭哥就是比較後面才介紹一下 然後也沒有像前幾個那麼 妹子沒有那麼香啊 剛剛那個前面那個 法師奶還真的香 讚 那寶珠這個職業還有玩法蠻特別的 好大家也可以來試一試 因為其實說真的也沒有什麼 必定是最強的 有時候你用的順手比較重要 說不定你用的順手他就是最強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試一下寶珠這個職業 好那接下來就是短劍 短劍就是我們很常見那個 殺手 刺客 暗殺者 暗影那種玩法 刺客教授短劍 以刺殺為主 那就是近距離然後速度很快 強力的職業那這邊一樣有影片可以看 在暗殺然後這個 擊殺母物啊然後可以讓這個 高效率 發揮我們的這個高攻擊力 然後也是蠻需要靠戰術的 那因為目前實測起來了用起來好像沒有其他職業 用起來那麼爽 但是應該也是蠻強力的尤其是打PVP應該還不錯 只是說用起來沒有像有些職業用起來那麼爽 那速度快高敏捷性啊然後 高爆發力 可以就是發揮這強大的攻擊力瞬間爆發力很強 這個是刺客型的職業 短劍就是通常都會這樣玩 好那攻略就分享到這邊啦 那目前實測起來了就是旭哥前面推薦那幾個是大家比較推的 那後面其實也不一定不好用啦就是因為每個人用的順手程度不一樣說你用起來覺得超好用 然後有時候他們版本的時候會有不斷的 會有些職業會buff有些職業會被nuff就是 有些會上色就會下降所以不見得說現在的職業就是未來 就是會不好用有時候你用的順手 最重要那旭哥是推薦就是目前呢 大家用起來最強勢的 然後玩起來練功啊最強勢的 所以前面那幾個推薦的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最強的職業推薦最強的攻略最強的 福利都在這一集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看旭哥手速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